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消息哈 还要lock down多一个14天 还要再extend 上班的人应该是很高兴 做生意的人应该是很头痛 在shopping mall的我看都是要照样给租金哦 你们有上班吗 你们after14天过后还有出薪水吗老板 所以还有出薪水的还是有些老板要cut cost 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哈 有人进来了吗 开始有人进来了 今天要讲大肠水了 帮忙分享出去 好 开始有人进来了哈 听到吗 听得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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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直播分享出去 现在我人在中心 然后这个房间是我们做大肠水疗的房间 然后我们中心有做不同的疗法 对一些不管是癌症还是不是癌症或者需要保健的朋友哈 可以过来参观参观 然后多了解我们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房间是我们中心里面做大肠水疗的就是说跟你亲大肠的一个地方 这样平时如果我们做大肠水疗有开那个影片啦 影片是讲解一些大肠水疗的东西 但是它是英文的 这样今天我就不开那个 我就跟你们大概讲解一下什么是大肠排毒 有听到吗 听到的朋友在comment那边给个love 给个赞 开始有人进来了哈 这样大肠排毒哦 我们之前一路来讲的就是 哎啊 Chris啊 Chris有进来 帮忙分享出去去了 好 公司这个电话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线 来到后面不懂怎么没有线 中心中心在加兰陆优 在加兰陆优 好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大肠排毒 之前我有讲过咖啡灌肠啊 要怎么煮啊 有些人可能听了我直播过后就直接买咖啡回去照样在我直播 就是讲一些怎么可以在家里做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家里做的 就是咖啡灌肠送那可以在家里做 但是比方来讲好像是如果我们是做大肠水疗的话 这些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家里做 因为这个需要机器 然后需要有人跟你去处理的 所以这些就没有办法在家里做 我们的中心这个房间就是做大肠水疗的地方 在做大肠水疗的时候 我们就是躺在这个床上面 然后机器在我的后面 后面这边 但是今天讲就是说第一个要给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做大肠水疗先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你也不会去做嘛 然后你觉得不重要的话 你当然 你就觉得这个钱可能花了白费嘛 像我们今天来讲 大肠水疗 为什么叫大肠水疗 英文叫做Colon Hydrotherapy 就是把大量的水灌进去床里面 跟它再清出来 跟我们咖啡灌肠有什么不一样 咖啡我们平时如果做咖啡灌肠 最多的水只是去到1000ml罢了 1000ml 但是如果我们1000ml就是你整个肠 在肠的尾端罢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做大肠水疗的话 用的水是很多的 进触进触的 所以它是可以进到肠的尾端 所以咖啡灌肠 很多人以为是清肠 咖啡灌肠不是清肠 我这边才是强调 咖啡灌肠是拿来做肝脏解毒 把它毒素拉出来 但是大肠水疗才是清肠的 大肠水疗才是清肠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没有办法 好像现在有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要做这个大肠水疗的 在家勉强还可以做清水 这个清水排毒 自己灌进灌出这样 但是会比较难 因为最多的水也是去到1000ml罢了 但是如果是用机器的 它有这个力把它推到进去里面 进出用的水会就比较大量 然后你会看到那些东西排出来 这样我讲到这个大肠水疗 为什么我要做很多人会问我 我每天都有排便 我每天都有排两次很健康 没有我应该做出来的那个分便 应该是没有什么肮脏的 但是在我们手上 就算是每天你排的两到三次 排出来的还是照样那么的多那么多肮脏 因为肠道我们的肠道是很长的 平时就算是我们有排便不代表健康 因为我们除了排便 我们还要知道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去判断你的排泄系统正不正常 第一个就是形状 它是一块块的还是水水的还是一条的 那个是代表你的身体健不健康 如果是一粒粒的就是很干嘛 对不对如果太水的也不健康 最理想的就是一条长长没有断的 那个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是你的大便水水的呢 代表你的消化系统也不是很好 有些人他也是大一粒粒 然后他的分便浮上来的 浮上来你会看到什么问题 你会看到这个人吃东西很快 他消化不良 脂肪全部都堆在那个分便那边 所以从大便那边我们就看得出 诶你的平时生活习惯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时常忍 哇哦出来的全部一块块一粒粒便秘的问题 很多女人有这个便秘的问题 这样除了你看你的分便什么形状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你的分便是什么颜色 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健康的 你的分便应该是要比较金黄金黄色的 比较浅色的代表比较好 如果是很深很深黑的 那个就可能毒素比较高 所以理想就是比较lightlight chocolate的那个症状了 然后第三很注意的就是从分便里面 需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味道 有时候分便排出来会很臭嘛 对不对 非常的臭 非常的臭 如果是味道少 会比较好 诶有人问东西是吗 中心在哪里 Rachel打了年中心在哪里 两块多少钱 我们做咖啡罐 我们做大肠水疗一次是450 做450 如果是 如果是没有做这个 如果是没有做这个 第一次第一次的人 我们有做一个trial on380 然后我讲到一个东西 要说 刚才讲到这个大肠 你怎么去知道这个分便 分便有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 因为很 如果你现在是40岁了 叫我们要排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在40年里面慢慢去拉出来 所以会 会脏的东西会有很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今天 有吃着很多营养的东西 吃着有机的东西 然后吃着很健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的大肠是很脏的话 好 大肠肮脏就代表什么 我们大肠 它是有很多 呃 那个 呃 但是如果你的大肠很肮脏 你的毒素全部都会再吸收回进去 所以你吃再好再补的东西 毒素的来源还是在这边 哦 把毒素 所以我们在排毒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把清理掉 毒素先 然后所以陈博士哦 一直在讲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进化嘛 进化就是排毒 进化了 然后我们才能够 滋养灰 所以毒素清出来 那个是第一步 所以我们排毒是有次序的 不是讲啊 乱乱来 第一个就是要进化先把毒素排出去 不管是咖啡灌肠 肝脏排毒 大肠 大肠排毒 或者是那个 呃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皮肤排毒 都是一样很重要 第一个叫进化 第二个步骤就是滋养 进化了我们才去滋养回身体 如果你是身体很脆弱的 你能不能够直接去进化 能不能够 如果是身体很弱的话哦 我们是不建议 我们不建议要去做这些任何一些排毒 哦 所以我们都是自 呃 从排毒 滋养 最后陈波士一直在提倡的 就是重生 好 呃 排毒了进化 最后就会重生嘛 哈哈 所以 所以我们呃 刚才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呃 该讲到哪里 哈哈 该讲到哪里了 有什么东西有人问呢 刚才讲到这个呃 大肠水疗的时候哦 大肠水疗我们讲呃 有什么人呃 可以做 有什么人不能够做 很多人会问 我是不是谁都可以做啊 哦 的确是有一些人是不能够做的哈 第一如果你是刚刚动过手术的人不能够做 或者是呃 你身体比较脆弱的 或者是心脏有动过任何手术的 哈 或者心率不齐的 人哈 这些都要注意哦 所以有进来的人哦 我们有给一个form 就问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啊 当然的如果你的屁股里面有伸自肠会比较痛 啊 我们建议你你要稍微再做一段自己在家 可能断食过后 自肠比较小的时候你才过来做这个大肠水了 不然会很痛 因为我们的管哈 不 因为当我们在用机器的时候 当我们在用机器的时候 我们做呃大肠水疗 呃 咖啡罐肠的管很小嘛 咖啡罐肠好像sraw 这样子吧了 好像sraw 但是如果我们是做大肠水疗的话 管会比较大 当然 呃 呃 管会比较大 如果你里面有生自肠的朋友哦 就需要比较注意 有一些人是不能做 好像如果你是怀着孕的啊 啊那时候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做哈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Q&A要去了解过后 有一些人是的确不能够做的 嗯 过后 如果要做的话 要多久做一次呢 那需要几平米做 因为因为这家机他后面 他有一个呃 Waste Pathway 所以排出来的东西 我们都会看到 但是如果能够知道怎么做呃 能够做多 那需要做多少次的话 就要根据呃 呃 你现在目前的身体的状况 呃 呃 去多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基本的General Protocol 就是头一个星期 一个 第一个星期跟第二个星期 都是做两次两次 过后 接下来 第三个星期跟第四个星期 就是一次一次 就是呃 呃 一一这样 当然的 如果你是平时已经在做这断食 有些呃 癌症患者有在 已经在做这个 这个 输果之断食 已经清肠 你觉得很干净 我们当你们 当我们不再帮你做 在做第二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干净的时候 哦 这样你就呃 接下来需要隔的时间就比较久 不用需要做到那么平密 要根据你的饮食 在从我们在跟你做大肠水疗的时候 看你的情形 而定下一次的appointment 需要多平密 需要多平密 哈 所以你是 如果你是时常呃 便秘的 哦 我们在做跟你做大肠水疗的时候 哇 就发现到呃 呃 会有很多阻塞的话 或者太多粪便的话 可能需要下一次就会比较平密 如果是呃 基本上有一些是 有些人拿来做一些呃疼痛管理啊 毒素很高的时候 这样就不需要做的那么平密哈 可能需要一个星期 只是做一次一次一次 维持六到十二个星期 如果是你完全没有做过大肠水疗的 那个又另外不一样 两次两次 如果是癌症的话 有有可能需要到一开始 啊 需要最多一个星期去到三次 但是不是每一个星期都做啦 基本上我们读书 我们排毒哈 有一个原理 跟着德国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任何排毒都是 go low 就是从低做起 go low go slow 慢慢从低慢慢做起上的 因为陈博士一直在教我们哦 不能说哎呀很好啊 这个排毒很好啊 我今天就碰 做很多 这样你身体就会一下子符合不来 因为不管我们在做任何排毒都好 其实身体就是第二次中毒哦 这个之前我一直有在强调的 不管在做什么排毒都好 身体就是第二次中毒 我们需要用一个时间 把里面从外面的垃圾 再扫了出去过后 里面的垃圾它会再出来 我们再慢慢去扫 好 它管子是这样啦 管子哦 管有几种啦 但是基本上呃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这这种 哦 管 这样会不会痛 我们 呃 不会痛啦 除非你是有资产过后 你会有痛 因为我们有图呃ky gel 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要问 嗯 像我们基本 呃 带你们看看一下啦 哈 这个是房间 这样每一次哈进来的朋友 就是要换 我们呃 我们的那个呃 裤子有两种啦 哈 基本上呃 一种是洗的 一种是直接用了就丢的 哈 所以呃 就是说你们进到来的时候 就下半身就是拖到光光 进厕所拖到光光 拖了过后就穿上我们的裤子 直接 我们裤子后面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呢 哈 哈 哈 就跟你做这个大肠水疗 看到吗 一个洞 哎 洞在哪里 哈 哈 找人坐 车 这边后面一个洞 哈 屁股后面一个洞 而且有size 啦 如果比较胖的人啊 哈 穿比较大条 有小条大条 但是我们都制作很宽松的 像你在做大肠水疗的时候 也不会很紧啊 哈 哈 这个是直接洗的 另外一种是有一种直接用了就丢 像我们做大肠水疗的时候 有人问 哎 安不安全呢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你身体的状况先 第二就是我们在做 开始做大肠水疗的时候 呃 这架C 其实来自 呃 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 这样它会比较安全 因为它的pressure 它已经是定了的 就是说 有些人会担心 哎呀我们做大肠水疗 会不会有压力啊 等下肠会不会破啊 怎样啊 因为它 如果你的那架机 是没有任何pressure的 可能会危险 但是这个pressure 它会detect到你的肠里面的pressure 去到哪里 呃 如果会超过它 呃 危险的那个程度 它就会停下来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呃 这架机是呃 很安全的 然后可以调温度 这样你会看到在这边 在这边有一个 好像一个透明的这样 呃 呃 你会看到分别会在这边 呃 因为现在我没有开灯嘛 开灯的时候哦 我们这架机在跑着的时候 它就会亮起来 这样基本上就是躺在这边 呃 我们就跟你处理做大肠水疗的这个步骤 整个大肠水疗的步骤哦 大概是用一个呃 45分钟45分钟 但是也因人而最多是45分钟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减少哦 尤其是一开始可能呃 很严重便秘的人啊 很严重便秘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久 没有办法做这么久 没有这么没有办法做这么久的话 可能他第一个section 可能他只能够做到15到20分钟 他严重便秘 这样需要我们建议就是回去吃一些呃 义菌或者发酵的食物几天 然后再帮助软化他的分别 然后再下一次再来哦 诶梁冠你有问啊 你有问什么 价格我跟你讲了吗 是不是啊 呃需要预约哦 梁冠需要预约 这些东西需要预约 因为我们一次在做这个疗程的时候 都要45分钟 嗯 很多时候呃 我们很建议家人一起来看哦 呃如果在做的那个人不接不介意的话 都可以坐在来这边看 然后我们这家鸡呃在国外 在菲律宾他们是在医院那边跟着这个呃 Coloscopic一起做的就是大肠镜一起做 因为在市场上面很多医院现在还是在吃着那个药嘛 如果我们今天明天要去做大肠镜 今晚我们必须要喝那个饮料去把它清肠 但是在菲律宾的呃菲律宾的那个医院里面 哈他们就直接 before做做个大肠镜的时候 直接做一个大肠水疗 然后而且会造的比较好效果 它全部report都有出来哈 而且加拿大是呃呃呃呃是很广受加拿大的呃 呃已经很久了啦很久了啦 所以他们机器都是从加拿大过来 诶 量官有问肺排毒有吗 肺排毒啊 可以做呃可以做深呼吸啊 肺排毒嗯 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师做瑜伽的呃 呃做这个呃 braiding exercise braiding exercise braiding exercise其实很多种的 它可以帮助你肺排毒 因为如果你做对的时候 你这边这个胸这个呃这个骨哦 它会蓬就会脏起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上次有学哈 进来的朋友也是有学 一个星期一次啊做了过后 做了教你怎么去正确的肺部呼吸 啊不简单啊 要学的时候我自己都手忙脚乱了 要真正去正确的肺部呼吸的的确是呃 需要一直长期去训练用手 用到对的地方然后 丹田才会 才会脏起来 而且还有分的嘞 哦那个老师教的很深入 因为他那个老师呃呃 呃呃呃呃 威尼萨老师哈 他是教瑜伽的 每个星期会过来我们这边做 不同的瑜伽 基本上现在是我们都在做这个 sleep yoga sleep yoga 之前我们都是做一个呃 braiding exercise 呃呃 教我们怎么做呃这个 呃这个 呼吸 哦所以有一些人是呼吸有问题的 有一些是asma的 还是呃孩子啊 我觉得很好去学 哦 什么东西要问吗 你们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哈 做了呃呃大肠水了是45分钟嘛 过后还会有东西想要排啊 就去到厕所 厕所里面排 厕所就在里面 哦他不会讲你做了过后 呃还有一些 很多啊 全部就在厕所里面解决了 onhoc gate 这个跟咖啡灌肠什么不一样 咖啡灌肠呃 呃 最大的分别就是咖啡灌肠是肝脏排毒 大肠水了是大肠排毒 咖啡灌肠我们用的水只有最多去到一千 一千 但是这个水的量是非常的多 净醋 净醋 净醋的 而且呃为什么要做咖啡 这个要用清水呢 咖啡因为它里面有咖啡因 跟中里酸 它能够去打开肠尾端的那些静脉 它就通过那个地方去到直接 direct去到肝脏 再把从呃 再从肝脏 还有胆子的一些毒素 从小肠 十二指肠 小肠大肠 这样子顺着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咖啡灌肠的人 有人问我 怎么我已经这几天吃到这么清淡了 怎么我排出来的东西 做咖啡灌肠啊 还是那么多 还是那么臭 因为肝脏胆子里面收藏的全部毒素 会由咖啡灌肠这样子排出来 而大肠水疗 当你在做清肠的时候 是把你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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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那些分辨 全部全部给你弄出来 明白了吗 Mr.Ong 希望我的讲解 你们会明白 这样我也是在学习 如果我为什么沟通不好的话 你们要提醒一下我 提点一下我 然后我 我的Mask也去 我也很想去 然后我还想要再想着 因为我要进那个Mask 进那个Mask 我想要找本地 本地的Mask很贵 本地的Mask去到快八两块钱 我去中国进来 没有这么贵 以前我买一盒Mask 一盒Mask大概才二十多块 现在已经一盒Mask 同样的一个Mask 去到飞天那么高 去到多少 去到百五啊 百六啊 真的是很高 所以因为我们这边中心 也是自己短缺 剩下的货也是不多 所以我是在想 呃 呃 想要我们想要自己进一些 呃 进一些Mask 可能 进不多啦 最多可能一百盒 自己我们拿上来一个五十盒 如果要的朋友哈 这个是 没有盈利的哈 我们呃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好像 呃 呃 怎么讲啊 这个是一个很多时候 这个是怎么讲 这个是 很多人需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不想赚这个的钱 哦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大 我去买Mask的话 哈 可以呃 在我的Facebook那边Page 我叫我的呃 呃 我叫我的admin去跟你们去处理啦 啊 我今天是问啦 这样子问大概平均一片Mask 平均一片Mask 我问是九毛多马币 九毛多马币 嗯 这个是呃 中国那边运过来的 还没有包运输 但是运输呃 现在要也是空运了 嗯 也是大概围起来 几毛钱一片了 看怎么样都便宜过外面买啦 哈哈哈哈 上次我有个朋友看到Facebook 哦 我另外一个Facebook的一个朋友 哎哟听到我很伤心 就听到他讲 很多人都去Supermarket 买那个 买菜啊 NSK啊 看到一个老人家 全部人都带着Mask 怎么那个老人家去给钱的时候 他没有带Mask 然后他就好心去问他 怎么你没有Mask啊 很多人Corona Virus 然后那个老Uncle说 呃 我买不到Mask 这样那个 那个朋友就 给他 给他一些Mask 哦 这个就让我立刻就想到 哎哟 这个 不管是中间商 还是厂家都好哦 现在在这么需要的情形之下 很多人还会去暴力 把这个很需要的东西去掌声 这么快 呃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看法 哈哈 不代表全部人的看法啦 对于我来讲 呃 这些只是一些暂时的一些 呃 钱啦 如果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减少更多的人去感染到 那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这边 我去中国淘宝是差不多九脚钱 还没有包邮费啦 今天我去找了 所以你们要搭我买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 或者去打到我的Office 跟我的Admin讲要多少多少 这样我们就一起抽 我本来是要买100盒而已 我就不要买这么多 看如果真的是有人要的话 才另外再打咯 一盒里面是50片 50片 大概我们用了就丢 现在就省着用 现在省着用 外面卖 卖的太贵了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想要预约 想要问 或者想要on consultation counseling的话 呃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那边 去预约时间 呃 然后呃 哎呀 那个是下个星期讲 下个星期讲 一些血液报告的东西 这样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 呃 大家呃 不要这么多 一直出门 在家乖乖 吃老婆煮的饭 跟老婆陪一下老婆 陪一下孩子 不要到处去跑 就可以减少呃 去感染的风险 这样减少那个 这样我们就可以 开始自由活动了 嗯 这样今天直播就到此为止啦 拜拜 晚安 I love you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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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小朋友 你看